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来看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PCI DSS协议 那么在前提讲呢,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SET协议和SSL协议 那么这两个协议呢,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我们也耳熟能详了 特别是SSL协议,我们经常用,我们都知道 SET协议呢,可能不太知道怎么用的,但是我们起码听说过 但是这个PCI DSS协议呢,可能很多同学没有听说过 或者是第一次听说,哎,这个是什么协议,我好像以前没听说过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PCI DSS到底是个什么协议 那么PCI DSS协议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啊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它的概念,范围,认证机构主要作用 或者呢,这个认证通过认证的哪些机构 那么首先呢,什么是PCI DSS协议呢 我们说它就是Payment Card Industry 我们说的就是PCI,那么它就是支付卡行业的一个Date Security Standard DSS,所以说它是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那么它是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人建立的一个标准呢 它是ISO吗,那不是,我们说这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呢 哎,我们说在这个支付卡行业当中啊,它存在了一个标准化的组织 就像ISO组织是一样的,但是ISO是全世界的,什么都管 但是这个标准呢,这个标准化的组织呢,它只管支付卡行业的 它的英文所写叫做什么,PCI SSC,就是Security Standard Concern 它是一个安全标准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它是由五家国际知名的这个支付卡品牌创立的 我们说除了VISA和MasterCard之外,它还包括了美国运通卡啊,以及美国Discover卡 还有日本的GCB啊,那么这五大支付卡品牌是这个信用卡行业最大的五家公交 或者是最知名的五家这个企业了啊,那么由他们五家联合组成了这个支付卡行业安全标准的委员会 那么这个标准委员会呢,一共推出了三个安全标准啊 它除了PCI DSS之外,还包括PCI PADSS和PTS 什么概念呢?这个PADSS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Payment Application Data Security Standard 就是说,它是支付应用的数据安全标准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PIN Transaction Security 就是说,安全PIN安全传输标准 那么这个图可以说明,最小的是这个传输,怎么样安全传输这个PIN码 然后呢,再往上大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安全应用的这个数据安全标准 最大的是我们说的这个数据安全标准 所以说,不管是PTS也好,还是PADSS也好 其实都是为PCI DSS服务的啊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它是三个标准构成的啊,逐层递进的 那么对于这个PCI DSS来说呢 它对所有涉及到的信用卡的安全机构都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标准要求 包括它的策略啊,管理啊,过程啊,网络体系啊等等都提供标准 而且我们看到啊,在2018年6月30日以后 就开始禁止使用这个早期的TLS协议了 就是说,我对于支付卡行业来说 你要灌标的话,你就都要使用什么 我的PCI DSS协议 当然这是一个半强制,也不说一个强制的协议啊 就说你可以不是啊,但是我就不认识你了啊 就是说,对于支付卡行业标准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强制推行的这么一个PCI DSS标准啊 那么大家知道就可以 那么但是呢,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国内的商家 并没有完全的啊,去做合规的要求 就像我的这个ISO900认证一样啊,对吧 不是所有的厂家啊,都要过这个ISO认证啊 当然我如果要提高我的安全性 提高我的质量保障,当然我可以去申请合规啊 这是一个申请的事 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说PCI DSS 现在是3.2啊 那么它为了增强安全性 我们说它围绕着6个控制域 12个控制目标67个具体的要求 来具体的保障持卡人的数据信息不受泄露 因为我们最早在一开篇的时候就讲过 那么我们现在最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 所以说我的PCI DSS就是为了保证我的个人持卡人信息不泄露啊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几项具体的标准都是什么 我们看啊,第一个它是6大项啊 我们说6个控制域 那么这6控制域是哪个呢? 第一个就是安全的网络 我们说这是安全的网络是第一块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数据的保护 我要保护持卡人的信息啊 第三个呢,我要对所有的这个危险或者是安全漏洞进行管理 第四个,我要管理所有的这个存储控制 就是我们当时在讲过,对吧 第二章我们讲过啊,访问控制啊 我们对所有的访问控制要进行安全的严格的措施 然后呢,我们要定期的测试网络啊 监控网络安全 最后我要维护我们信息安全的策略 那么这是6大主要的控制域啊 对于每个控制域都有一些具体的12项 具体的要求,一共12项要求 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看啊 第一个,对于这个安全网络这块 第一个要安装防火墙 并且来保护持卡人资料 就是说,如果你要使用PCI DSS标准 你要灌标的话 你一定要安装防火墙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系统密码和安全参数 一定不能使用预设值 这一定我们知道,对吧 就像乌克兰那个123456,对吧 我们把这个密码设成了admin,对不对 然后呢,密码123456,这是弱密码 那么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预设密码 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auricle装好之后 那么它有一个scout用户名和scout密码 它俩是一样的 就是有,如果你存在scout的话 它就scout 那么这是一个预设值 如果你不修改的话,它一直在 所以说,对于这个PCI DSS来说 我要求你所有的系统不能使用预设值 你必须全部改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啊 然后呢,对于在保护持卡人信息方面呢 第一个,它要求是保护存储的持卡人资料 这是第一个,你要保护好我的 你存的我的资料 第二个,如果要使用公共公开的网络 来传输持卡人的资料 一定要加密 就是说,你不能明文的传输我持卡人的资料 这是不允许的啊 然后呢,第三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维护的漏洞管理 第一个,要定期的更新杀毒程序 你必须定期更新 第二个呢,你要开发并且维护 安全程序和应用 安全系统和相应的应用程序 你要开发或者你要买 来维护这个安全程序啊 然后呢,对于存储方面呢 我有要求 这限制为只有业务需要的人 才能存储持卡人资料 就是说,我持卡人资料 你不能什么都存啊 你只有为了业务必须需要的 你才能存 如果不是业务需要的 你不能存啊 然后,要为具有电脑存储的每个人 指定唯一的ID 这个也很重要啊 因为有好多人 其实我这个电脑可能是公用的电脑 那么这公用电脑 大家都用同一个用户名密码来登陆 那么这是不允许的 你必须为每一个人都要有唯一的ID 那么每个人在登陆的时候 都用自己的ID登陆 这样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如果一旦出现问题 我能找到是谁在使用的这个ID 时候出现问题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 然后限制对持卡人资料的实际存储 那么对于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我们当时几天讲过这个携程的泄漏门的事件 对不对 就是有些敏感的信息 是不允许你进行实际存储的 就是说你只能放在内存里 你不能存在硬盘或者是软盘存在有这种存储的 那么比如说CVV这种码 你是不能存储的 如果你进行存储的话 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点 很多时候的不灌标是由于这点造成的 就是说你实际存储了 那么这是不允许的 这是不行的 然后呢 再下面呢 就是对于定期监控 并且测试网络这一块呢 就是说 你要追踪 并且监控对网络资源及持卡人 所有的存储 你都要能监控 并且要定期的测试安全程序和系统 就有些时候这个系统啊 我们可能装了系统或者装了防火墙 但是他已经被人攻破了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啊 这时候就很危险 所以说你要定期去检查 你是不是被已经被这个攻破了 要测试 那么对于信息的这个安全策略 我们要满足啊 维护满足所有人员信息安全需求的政策 你要把这个政策维护好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六大控制翼十二项控制目标当中的啊 这些内容啊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头有很多 大家可以回去再详细看一下 这是他的一栏表都在这里了 一共六个控制翼十二项内容啊 当然还有六七小项 那个我们可以再感兴趣回答案 再去看 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因为整个PCI这个DSS这个标准 有一百多页了 那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啊 这里我就不再一一细讲了 那么对于PCI DSS来说呢 他的要求范围都包括哪一些呢 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啊 那么对于他来讲啊 我们说这个是支付卡行业 他的这个主要的生态圈 那么包括了发卡行 持卡人 商家 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网关 然后这是这个收单啊 那么所有这些都包括在我的这个 这个PCI DSS要求范围之内啊 首先就是持卡人的数据环境啊 这个包含了一些存储啊 处理或者传输持卡人数据的这个 所有的人员流程和技术都在这里 然后系统的组件 包括了网络设备服务器啊 计算设备和应用程序等等啊 所以说对于PCI DSS来说 他的评估第一步就是要准确的确定审核范围啊 你要去合规 我要看到你所有的范围都要给他确定好 然后还有要求是说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啊 不是说你今年平了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你要合规每年我都要来查你 所以说他的管理要求是很严格的啊 那么对于他来讲 我们看对于他的要求范围 首先提供所有能影响到CDE安全的系统 都要求在他范围之内 然后除了实际系统之外 你的所有虚拟化组件 你的虚拟机啊路由器啊什么的东西 所有东西也在范围之内 不说虚拟机就不二扩了啊 然后你的网络组件啊 除了你的虚拟机和设备之外 你的你的网络组件包括你的路由器啊 防火墙啊你交换机啊 所有这些设备也都在范围之内 然后你的服务器啊 不止包括你的外部服务器啊 包括你的应用程序啊 数据库啊 你的邮件服务器啊 你的域名服务器啊 所有这些都在我的PCI DSS范围之内 然后就是你应用程序 那么你的APP啊 你的相应的所有的应用程序 也在范围之内 最后你位于CDE 就是吃卡热数据环境之内的 或者连接到CDE的任何其他组件和设备 都都包括在我的PCI DSS范围之内 所以说范围十分的广啊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PCI的这个授权机构 它其实是一个整个这个PCI认证啊 我们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认证审查过程 它要比ISO要严格很多啊 那么它的认证过程呢 首先要由这个Visa和Master 授权的独立审查公司完成 并且呢一次彻底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 有将近200项审查的内容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六大控制域 十二个控制目标等等 那么对于审核来讲 如果你要去申请合规啊 我在审核过程当中 有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是自我安全检测啊 你先自个查一查吧 把自己东西准备好 第二个就是漏洞分析 你看看你的系统当中有没有漏洞 把漏洞分析好了 最后由协会来执行安全调查啊 这三个阶段啊 分别考了硬件软件员工和管理等多项指标 那么这个授权机构 由于它是个很复杂的认证过程 所以说它必须由PCI 这个SSC这个授权 这个委员会来授权的认证机构 那么国外包括了iPlus 对吧 包括TrustWave 包括McCafe 包括ATSEC UL等等 那么其中这个TrustWave呢 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一个认证公司 那么在我们中国区呢 有北京航天驿展科技公司啊 等等来提供这个认证 那么北京航天驿展呢 是航天科工集团实际投资有限公司 和第三方投资机构 共同组建的一个企业啊 提供了这个PCI DSI认证啊 对于航天驿展 他认证了这么多啊 这个PCI DSI企业 包括支付宝啊 阿里巴巴啊 银联啊 中国银行等等啊 这是航天驿展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北京三思网安科技公司啊 也叫Sexpace啊 那么他也是可以进行PCI DSI的授权认证 包括一些平安妇啊 PayPal啊 包括网银在线啊 中国邮政啊等等 这也是他的一些客户啊 所以说呢 这两个公司啊 是比较主要的 在我们国内可以进行PCI DSI 授权认证的一些机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PCI DSI这个认证啊 它这么复杂 我们为什么要找事去干这个事啊 那么我们说 这个PCI DSI这个认证啊 它十分的严谨和严密啊 每个环节都要进行测试 一共有200多项 所以说呢 由于我能通过这个测试的表示 我对这个信用卡信息的保护是很强的 那么如果你能通过这个信息认证 说明我的这个信誉就很好啊 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信任度 而且它会有更完善规范的教育流程 所以说你如果通过认证 那么我消费者就会更加的相信你 你就能赢得更多的消费者 并且呢 对于这个信用卡教育也更加辩解 我们说以前至于Site认证呢 我们说这个支付页面为了保证安全 需要填写三个页面的信息 商家服务器和网关银行都要有 但是呢 如果你通过了PCI DSS认证之后呢 你只需要填写啊 两个页面信息就可以了 这样就会更快捷 所以说以前的Site认证呢 会更复杂一点 现在PCI DSS呢 认证起来会更复杂 但是说他会简化一些操作 因为我可以知道 你所有的这个商家 这个提供这个安全 提供这个服务的商家 他的安全环境已经很好了 所以说呢 他的环节会简化一些 更快捷 那么对于PCI DSS来说呢 他这个整个冠标过程 或者整个我的这个标准的推广过程 计划分成三年 一年一年逐步推荐 首先是标准的颁布 然后标准呢 进行这个那个宣冠 然后呢 开始在市场当中推广 那么第一年的事 第二年呢 他开始收集一些反馈 并且呢 慢慢的作废一些老的标准 最后来做这个反馈的 这个这个回顾和总结 那么第三年 来进行强制性的实施 并且最后来进行回顾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他的一个计划 花三年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中国有很多越来越多的网络客户啊 已经通过了PCI DSS标准 那么除了这个什么专门做这个支付行业的 其实包括华为云呢 阿里云呢 他其实也经过了这个通过了PCI DSS认证 特别是华为云是全部都通过这个PCI DSS认证 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国内其实有很多机构已经通过认证了 包括什么南方啊 包括这个医保支付啊 包括支付宝啊 包括这个训付啊 包括这个快钱啊 等等啊 我们看这个是银联商务通过认证的一个证书 当你通过他的认证之后 他会发给你一个证书啊 那么再比如说 哎 这个是保付的一个证书啊 包括银联商务等等 我们说上海收付宝 很很很多 那么这里头只列出了部分啊 其实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哎 我们觉得我们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逐渐的进行申请这个PCI DSS认证 并且很多已经通过认证了啊 所以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 其实电子商务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好的啊 好吧 那么到了这一节呢 其实我们就把第三部分 数字证书和安全协议部分讲完了 当然我们说 其实在电子商务的应用过程当中 并不只包括这三个协议 SET SSL和PCI DSS 其实我们包括很多协议 但是我觉得跟我们商务特别相关的 其实就是这三个协议啊 那么其实不近之处 那我们其实还有 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再去观察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